一直有消息说,核动力航母要开舰,几乎是年年有,月月有,当然天天有是不可能了,但凡懂点技术的,都知道要过得砍太多太多了,光航母用核反应堆就可以生生把人逼死。 看看你你自己的核动力反应堆有多少功率,自己国内目前最大的军用核反应堆功率是多少,二下一比较,自己有多少分量才不能看出来吗?回头再看看,人家水面核动力舰艇的发展史,50年代苏联搞核动力破冰船,有了近20多年的经验,一直到70年代初开始设计基洛夫,80年服役第一艘,有了二艘基洛夫才开始搞核航母。 因为反应堆不行,一次上了四个反应堆,勉强功率达标,美国实力最强了,也是规规矩矩矩。 从50年代开始搞民用商船,同时核动力水面搜开始同步进行,然后搞的企业号,居然装了八座反应堆,因为太急于求成,技术也不够成熟,可谓问题摆出又贵的惊人。 后续的型号米米兹集是拖到1968年才开始建造的,当中空出来的时间就是对先期完成的核舰艇进行充分的测试,一直到有了可靠的新一代反应堆,才开始进行新一代航母的建造。 回头看看我们,有水面核舰船吗?没有,到目前一艘还没有,才准备开始,建造核动力发电站,以及核动力破冰船,后者还要和俄罗斯合作,希望取得人家的经验与技术,减少自己花费的时间与成本。 现在是2018年,啊,中国造船的速度,万吨级的从设计到下水五年足够了,好算点,2018年开工,2020年下水测试,然后使用最少五年以上,才算有点惊艳。 如果稳妥些,2030年开始设计建造第一代核动力航母,下水浮一,2035年左右,科学技术来不得半点虚假,日本当年玩过一把核动力船,结果测试第一天,反应堆壳出现裂缝,而且不止一条,结果,日本人武士道精神爆发,用晚上吃饭的饭团填裂缝,然后回来的时候,没有一个港口愿意接受这条船,换成我们。 住海边的网友,你愿意让河泄漏的船停你家?